好,知道这些,我们就来看一下什么是SpringBot 随着动态语言的流行,比如Ruby,Groovy,Scalar,Node.js Java的开发显得格外的笨重 繁多的配置,低下的开发效率 复杂的部署流程,以及第三方集成技术难度大 说白了就是,别人开发后台 用Ruby,Scalar,Node.js这些东西 轻轻松松起项目 而我们的Java有各种各样的配置 需要先配置SSM,Spring,SpringMVC,MyBetis 配置完这些,要配置数据源,配置邮件 配置现成池,配置这,配置那 光创建一个项目,可能就要几天的时间 别人做开发这种脚本类型的语言 包括PHP,都是直接建项目,直接开发 可以这么说,用PHP开发一个后台 就实现简单的增判改查,一些基本的服务应用 也许一周就可以搞定,甚至更快 而用Java呢,光签项目就要两三天 那么开发就更不知道 所以,我们Java的开发实际上是难度比较大的 体积比较重的,这种模式 那为了能够跟上这些脚本语言 这种,这种速度吧 我们,开始采用SpringBot的方式进行开发 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SpringBot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约定,优于配置 所谓约定优于配置就是 只要项目组 已经 这个 设计好了 如何做配置 那么我们就按项目组的要求 进行 相关的这个配置与设置 也就是说 我跟你说好 数据源怎么配 怎么样的,那就怎么样的 这种 而不是用 所谓的 最佳实践 所谓的 官方文档 这种一种方式 好 那么 使用SpringBot 很容易创建一个独立运行的 比方说架 那么内嵌Servalat容器 这种 那也就是说 我们的SpringBot项目 无论是何种类型的项目 基本上都是以 架模式运行 而不是以 Wa模式运行 这样就让一个应用 可以成为一个服务 并且开发效率 极高 这基本上就是SpringBot 也就是简化 开发流程 减少配置文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